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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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三种才显示出佛经与世间电影集有不相同的地方 教史等于我们现在讲的教科书 佛当年在诗没有书本也没有讲义 所谓是以阴神为佛寺 佛的讲言就是教 那么后世集结的经典就称这为教 像佛说这部阿弥陀经呢 这是教 佛说是教 那么这个里面呢一定有道理 什么是他的理论呢 哪些是他的修行呢 我们这个经典呢 我们这个经典是罗舍达斯 以最善巧方便选的一个题目 就把阿弥陀佛的名号做题目了 其实这个经呢 他的原本的题目是称赞 不可思议功德一切祝福所乎念经 那才是他的本来的题目 那么但是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啊 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奇妙 就这四个字 它是教行礼三个通通俱俗 这个实在是妙不可言 那么本礼的教啊 一教修行 教一定要从礼来建立 礼是什么呢 礼就是真如实相 所以说一切大臣经啊 都是以实相为题 我们在前面呢讨论过了 前面这个莲池大师 这个俗超是用神门开启 讲得非常详细 那么佛是从真如本性里面 流露出来的这个教学 也就是从真性里面流出一切经啊 一切经呢是从真性的料理 真如本性呢是理 真如本性呢是理 以这个理啊 本经理教学 一教修行 如果我们就通常意义来说呢 就是以文字 今天是文字 教科书 我们要依照这个教科书里面 理论的方法来修行 修什么呢 恢复我们自信 修的是这个 不是别的 恢复自信而已 自信里面有法身 卸脱般若 那么这个地方 在教下讲呢 偏重的般若 就是以文字般若 去修观照般若 依照这个理论方法来修行 那么修行呢 又有个目标 这个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底下所说的这一句 从行行礼 行就是修行 行言呢 是在讲 就是把这个真如本性啊 显露出来 禅家讲的明心见心 明心见心啊 这个理论显出来了嘛 禅的目的 要明心见心 教的目的啊 还是明心见心 我们念佛呢 也不外乎明心见心 念到也先不乱 理也先不乱呢 就明心见心了 可见的 不管哪一宗哪一派 在方法 技巧上啊 有差别 有种种不同的差别 目标是一致 到达的地方完全相同 所以才说 法门无二 法门平淡 才说这个意思 诸今 皆具 教理行三 这一切今 通通要具备 这三个要素 所以 这是通体 一切今必须要具备 这三个意义 那么底下呢 是讲本经呢 是专制此经 所以 这佛说是教 我们的经题里面 佛说呢 这是教 这是名号啊 是行 阿弥陀是行 现在在此 这次名号啊 也是阿弥陀 佛教的是阿弥陀 支持名号还是阿弥陀 正得了个礼 还是阿弥陀 所以这个阿弥陀佛不可思议 其他这个经典里面 一桩一桩能够分别举出来 这个经很奇怪 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 这三个意义 统统具足了 真正不可思议 那么在无量寿经里面 一桩一桩的 就指得清清楚楚 但是这个经呢 非常非常的奇特 阿弥陀 翻成中国意思是无量觉 无量觉就是我们的自信 就是我们自信 换句话说 就是自信的名号啊 佛的名号 同时也是我们自信的名号 所以它是理 我们念佛要证 证什么呢 就是要证阿弥陀 要清真阿弥陀 举此一语 顾名为别 举此此是指本经 我们这部经 跟其他经不一样 其他经不是用阿弥陀做经体 所以佩三得者呢 礼仪即发身 教即薄弱 行即泄土 礼仪就是发身 这个容易懂 礼仪是真如离体 就是我们自己的亲近的发身 发身的意思前面都说过 骄傲呢就是薄弱 这个薄弱是指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经典 所以是文字不熟 那么从文字 乃至于这个观照薄弱 还是属于这个教理 教理 那么这一桩事情 我们将来留在 今年冬天 我们要办一个大传讲座 讲《观无量寿经》 那么里面特别的 就要讲到这个观照了 那是天英台大师的助记 要从六戒佛讲起 从明字及观行相似分镇到救救佛 我们在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行呢就是邪徒 行事在讲呢就是生活行为 我们今天的生活行为不自在 所以说不自由啊 自己做不了主啊 处处要收约束 收约束 为什么做不了主呢 我们就是没有智慧 有智慧啊就做得了主 我们智慧没有了烦恼啊控制了我们 所以我们觉得处处不自在 学佛就是要求智慧 佛法不是求别的 这一点注意一定要记住 佛法就是求智慧 有了智慧啊 这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所以佛法是智慧的方法 佛学是智慧的学问 同学们这一点呢要留意 昨天我们有个讲演会 讲演完了 那么有一个人来问我学的问题 那么听说呢 他还是某大学的一个教授 他还有明的教授 但是所问的问题呢 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 就是说他第一个问题提出来 他说如果说是假如这个世界上人 通通都要出家了 我们这个世界上人不是通通都要灭种了 所以我就反过来问他 如果全世界人都做大学教授了 还是要灭种啊 对不对 做大学教授了 也没有人耕田了 也没有人支部了 还不是死路一条吗 你们想想看 这世界上人可不可能通通出家 可不可能通通当大学教授 这不可能的事情吧 这个就是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 所以这个智慧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智慧能够带给我们美满自在的生活 这个就是智慧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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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学佛的人 他的生活行为的确是智慧自在 因为他有关会 底下说 智慧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又理通教行 法身及般若现出 乃至行通教理 教通理行 只以计三 立上可持 那么这个是一二三三个而已 确实是如此 法身就是般若现出 所谓选性成修 所以礼仪通行 性就是真如本性 那么这个说起来 虽然是高级的佛法 虽然是高级的佛法 高级的修持 可是 我们每一个人在下手的时候 尤其是念佛法的 你一下手就是全信其修 虽然全信其修 你自己不知道 明白的人清楚 你自己不晓得 你自己是在全信其修 但是这个地方 必须有一点要认识清楚 我们现在先把那个信放下 我们不谈这个 我们谈心 大家好懂吗 心里一天都胡思乱想 都妄想这个心 我们什么妄念都没有了 全信全意来念这句佛号 是不是全信其修 述不止信就是信 尤其是你全信念这句佛号 那不是信是什么的 阿弥陀佛是如来从自信当中流露出来的 这个德号 你今天整个的心都在念佛号 你不是全信其修 是什么 一面念佛 一面大妄想 那就不是的了 如果什么妄想都放下了 一心一意再念佛 给主说 就是全信其修 别的法门不见得是如此 念佛法门决定是如此 为什么呢 因为这句佛号就是自信的道 所以你参禅持咒 不一定能达到这个境界 可是念佛决定相应 决定是这个境界 所以这个不可思议 念佛好处真正说不尽 所以真正通达了地球 什么都放下了 我们看古来那个大大德 通宗通教 年轻的时候不学多文 到后来学通了 学通了发现了 这里有真的东西好的东西了 其他的那个不好的都不要了 都淘汰掉了 所以到最后一心一意去念阿弥陀佛 他晓得念阿弥陀佛 这个法门才是千经万论里面 第一法门 其他的通通不要了 全信其修我们要认识 这个计算 虽然是初学念佛 所在讲 这个功夫的确是上乘功夫 是大菩萨们所修的 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 看到黄念祖居士的读解里面 他是引用古人所说的 那个说法呢 我们越想越有道理 念佛这个法门是借淫上上根的人 我们这个一天上上根 哎呀我们没份 我们都是下根的人 自己都不敢承担 很谦虚很客气不敢承担 人家底下说得很清楚 只要能够相信这个法门 啃发愿往生 这个人呢就是上上根人 我们听了这个话又如何呢 想想我们听了我们是相信 我们真发愿 那就是他讲的上上根人 中下根的人呢 听了之后他怀疑 他不相信 他不肯求生进度 不肯念佛 那是中下根人 那所以这个上上根呢 绝对不是指聪明才智 不是指上 是指知足性愿性 你只要具备这三个条件 就是上上根人 这个上上根呢 是社方祝福菩萨承认的上上根 我想了很有道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一生就往生 往生就成佛 这个人不叫上上根 谁叫上上根啊 那个通宗通教的 他还要搞六道轮回 他夜深还不能出三街 他算什么上上根啊 所以想象古德讲的话是有道理的 不是没道理的 然后我们想象 许许多多老太婆 一生念佛往生的 上上根人 真上上根 我们自以为聪明才智 不得了的了 比不上那些人 人家一生能做父 我们搞一辈子 海流的轮回 那么这是讲法身就是薄弱显脱 那么依照这个理推呢 薄弱也就是法身险脱 险脱呢 也就是法身薄弱 所以一级十三 三级十一 我们再往下面看 乃至 行通教理 理教 理通 教通 理解 这个教呢 是文字 文字 性空 那就是实相 像金刚经常所说的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你知道它是虚妄 那就是实相 到这个时候就可以跟你讲了 实相跟虚妄是一不少 你真正确不到 就所谓是一间做气 气 气气皆经 我们拿这个比喻 大家容易懂 气是虚妄的 精是真实的 那么气是不是精呢 气就是精 那个虚妄的气跟真实的精是一不少 我们今天在这个宇宙之际 一切万物就是气 有形有相 有形有相的东西就是虚妄之相 这个虚妄之相它的体就是真空 真空就是本性的别好 真空讲本性是一样的东西 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讲文字性空就是摄像 就是真如本性 所以这个教呢 同理 教同理 正因为这个教跟理是一不是二的 因此我们不能执着文字相 你不要执着它 你执着它就错了 你不执着它你就通它了 你就在文字里面得自在了 得般若得泄脱 你要执着它呢那就迷了 迷在文字里面 教也不通了 智慧也没有了 泄脱也没有了 自在智慧也都没有了 那是实在文具之相 不晓得文字信空 不晓得文字就是实相 这个意思 大家要细心去体会 不能想 想不到的 你要用思考 越想越糟糕 不能想 要去体会 体会不到也没关系 念阿弥陀佛就好了 你念上个三年呢 你自自然然就懂得了 这个很奇妙 念上三年就懂得了 这真正是所谓的 举一举三的地上可知 说体相用者 这是用三大来看 体是总体 遥佛便中 故佛为体 相者呢 提中所具之相 提无精 曲又无精 故无量寿为相 用这体重所乏之用 铁武不照 用亦武不照 故为无量光 无量光为用 若痛若别 等亦如上流 他这里说得很清楚 很明白 第一是本体 所以说佛呢 这个本体就云云满满 具足了 一丝毫确信都没有了 这个佛自然讲的是法身佛 法身佛 法身佛 我们听了没有问题 那么报身 印身又怎么样呢 行不行呢 也行 但是这个意思就不太容易理解了 像《华严经》里面说 破一微尘 除大千金军 又说 借子那虚明 这就是说一朵不二 大小也如 如果明白这个道理 硬身又活长不时发生 这是《华严经》里面告诉我 六祖大师在谈经里 你看看第五章 《华严经》里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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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身 报身 印身都可以 说佛就是周了 周就是圆满了 说我们凡夫这个身行不行呢 一样的吧 没有不周遍的吧 圣分 报二啊 僧佛 报二啊 所以《华严严经》里面 《华严经》里面也有这个意思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 佛与众生差别是在迷雾 自信没有迷雾 佛性没有迷雾 实在讲的时候 体一向都没有迷雾 体里头没有迷雾 像里头也没有迷雾 迷雾里头从哪里 作用的都没有迷雾 体像用三道 前面两个都没有迷雾之像 佛悟悟的什么呢 悟的体 悟的像 我们众生迷 迷的什么呢 迷的体 迷的像 体像本身没有迷雾 所以生佛报 那么不是 举一个佛就周了 随便举一法 举一法就周变 那举举一位臣也周变 一定要晓得这个意思 一定要晓得这个意思 这是讲本体 那么像呢 就是现象 体一一定有现象 体一不会说没有像 决定是有像 那这虚空 虚空也有像 虚空也是真如本心的像分 有形色的 我们叫做像分 没有形色的还是像 虚空像 那么说有形色的 这个像呢 大家好懂 说无形色的 我们不太好懂 这么无形色也叫像 也是自信变现出来的 也没有离开自信 我们举个比喻来说 你晚上做梦 你梦里面有没有虚空 如果梦里面有虚空 你就不能动了 你要活动中有虚空 那么你梦中的虚空 从哪来的 是不是你的心变现的 可见的虚空 也是自信变现的 虚空里面一切万法 也是自信变现的 所以虚空是自信的 像分里面的一种 它还是像分 不能没有像 一定有像 像我们讲这个筋 筋一定有像 你做成一个戒指 有个戒指的像 做一个手镯有手镯的像 我通通不要了 我压得扁扁的 有个扁扁的像 拉得长长有个长长的像 你说我不要像 不要像精也没有了 你自有精必定有像 不管你怎么做 它总有像在 这就告诉你的 有体一定有像 所以主要知道 所以主要知道 这个见性 不是把像灭掉 你在见性 像灭掉 见不了性 就是精一 我像都不要了 精一没有了 你也得不到精了 所以说 利一切像 是利一切像 利你心里执着的那个像 不是利外面这个像 是利你心里执着的那个像 你比如说 如果菩萨有我像 人像众生像 受这像 既非菩萨 那么菩萨一定要利这个四像 那我们人物都不要了 是利什么呢 利你心里执着 我执着有个人 执着有个我 执着有个他 你利这个分别执着的像 不是外头没有啊 外面这个像分 它决定在啊 我们今天大病是 大病就是 你心里头有了个执着的像 有那个分别的像 这个东西麻烦 这个东西叫你不能见性了 如果你离开一切 你看华严先生讲得好啊 离开一切妄想执着 像就是信 信就是信 这个时候明显见信 信在哪里呢 像就是信 好比说 这个金在哪里啊 气就是金了 随手念来 我有一样不是吗 这就见了像 我们今天就说 没有办法做到 信像一如 不能见心 就是自己心里头 有一个分别执着的妄想 这个才叫虚妄想 离开这个虚妄想呢 外面所有一切境界 那叫真实相 叫著法实相 所以到那个境界呢 那佛的说法又不一样了 凡所有相皆是实相 那么跟前面所讲的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这两句话 矛盾不矛盾呢 不矛盾是一个意思 虚妄想就是实相 虚妄想 一点都不矛盾 你才想得真妄不二 想得真妄不二 凡甚一如 可是你心不清净 你就见不到 必须要清净心先前 这个真相才会先前 这个是说的的相 就是体重所发 这个所现的相 相 相无尽 提无尽嘛 相当然就无尽了 所以在本境里 用无量寿 用这个来代表 作用呢 作用就是迷雾 用就是迷雾 凡复的用是迷 佛菩萨的用是雾 就这一点不同 其他的没有两样 就这么一点不同 提无不照 用也无不照 所以无量光 就是诸佛菩萨的大用 它有智照 它觉悟 它不明 那么我们今天要学的 实在讲就是这一点 所以佛整个佛法的教学 确实是以薄弱为主啊 你看佛在一身教法当中 华言经 只是二期日中所说 也有人讲三期日 就算三期吧 也不过二十一天吧 华言佛在定中所说 这个境界不是我们反复能晓得的 那么阿含是二年 这等于说是小雪 方等八年 薄弱二十二年 最长 佛讲经一共四十九年 说法四十九年 薄弱占二十二年 差不多占一半 你就晓得 佛法是以薄弱智慧为主 是以这个为主 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那么既然般若这样重要了 我们今天要不要去学《般若经》呢 学也好啊 不学更好 怎么呢 念这句阿弥陀佛 这句阿弥陀佛里面 无量的般若在里面 这句佛号念到心清净了 你的本性般若就心清了 他这个法子妙在这里 所以禅宗 他那个手段很特别 禅宗所以说 不理文字 教外别传 教识中教学 他是不从教学之内下手 换一句话说 换一句话说 不从经典 不从讲经说法 从你下手 他从哪里下手呢 直接教你修订 直接教你修订 早期这个大摩祖师来的时候 教个人的方法了 教个人的方法了 关心 用这个方法 到后来啊 众生业障习习重了 这个方法用了 没办法 不得力 用这个方法 功夫不得力 所以祖师才换一个方法 叫参化他 目的是要得清净心 先帝清净了 薄弱智慧开了 这个时候再读经 所以他不是不要经 他要经典 他经典摆在后半段 天球的禅定 得到禅定之后再读经 那他经典一展开 意思就明了 所以他的速度啊 非常不快 所以禅人家不是不要经典 他要了 你看禅宗这些祖师大的 哪一个不是一切经典摆的 你看看他们的语录 看看他的驻足 他引进据点 试出世间法 没有一样他都知道 不但佛经他熟悉 这中国驻子贵家他都懂 他那就是误了以后再看书 没有开悟之前决定不看书 决定不听人讲书 他用这个方法 可是我们念佛呢 比禅是更方便 说老实话 禅现在参话头也不容易 现在参话头实在是像大妄想 哪里叫参话头啊 就装模作样啊 他看不了我 看不了我 这个参话头的心也很细 你们自己不相信试验试验 你就晓得 你试验五分钟就明了 你这个功夫 你没有法子做 这个话头是什么呢 这一句话要起来的时候 你就是话尾巴了 不是话头了 这个话头没有意义的 你比如这个 这个常讲的 参父母未生前本来面无 你就想 我父母未生的时候 我本来是什么样子 这叫大妄想 这哪叫参话头了 这个不叫参话头啊 这是大妄想嘛 你在这里能找到什么答案吗 它没有意义 它也没有答案 他就是教你什么 用这种方法 你这个叫遗情 这个念头一起来的时候 你就很秘密地去找 这个念头从哪里起来的 这叫化头 你找它的来源 这一念的来源 你观察这个 它心就会肯定吧 这很细心的人 先粗的人 不是先粗的人 那就没有法子 如果你要想这个问题 找大妄想 那不叫参话头 可是你呀 一往前 一提起 一往前 追看这个念头从哪里来的 必然这个念头没有了 没有的时候你注意什么 这个念头哪里去了 你找这一句话来跟去 你找这个 你只观察这个 心就能得力 心就能得力 他用这种方法 这个叫参法头 功夫用得力 他也不妨要工作 停住作物 他都在参照 所以这个禅宗里面 你看这个禅伙子天天在工作 挑水的 砍柴的 都在做这些苦工 他这个参救 他决定不断 但是注意想想想看 这个方法没有念佛简单 没有念佛方便 如果能成就呢 念佛比他高 他这个要不能大车大悟 他一点用处的没有 大车大悟之后 未必能处得了三斤 为什么呢 见死烦恼要不断 纵然大车大悟 他的古报不过是四参天而已 所以我觉得 谭虚法师 我们这里有一个录音带 谭老法师来开始 你们都会请回家 多听几遍 有些同学说 他是百方人 口音我们听不懂 听不懂 那是宝贝啊 我听不行啊 你听上个二十遍三十遍 就听懂 你就听懂 要有耐心去听啊 我听他讲话 可以能够听到八九成 我还听了三十多遍 所以他那个袋子一个半小时的话 差不多我都能背得下来 我听的变数太多了 实在是好 他给我们讲开始的 讲这个参禅 这参禅的古报啊 都在四参天 不能出三戒 那个功夫 算是很不错了 他到四参天的时候 他的功夫是服烦恼 他烦恼不服 他不能到四参天 虽然福烦恼 他烦恼没断 烦恼吸气没断 所以他出不了三戒 如果我们念佛 念到烦恼刚刚浮住一点点了 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圆正三不吹 就一生作佛 参禅怎么能比得上念佛 比不上了 如果有禅宗那个定力 那个功夫给注射 王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品位就很高很高 所以 《观经》里面 跟《无量寿经》里面 讲得非常透彻 净头发满 弥陀四十八院里面 他这个大院的中心 就是大院的精髓 就是十八院十九院 这个两院是他大院的精髓 十八院说什么呢 无逆食物的人 十年往生 灵命中是十年往生 这禅能的禅师一点办法都没有 无逆食物临终遇到善知识 劝他念佛都能往生 你们想想看哪个人不能往生 没有一个不能往生 只要你真正肯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就是无上菩提心 我们听他这一句话 这一块石头落地 我们无上菩提心发起来了 为什么呢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心 就是无上菩提心 我们越想越有道理 的确没错 因为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当生成佛 那个心不是无上菩提心 什么心叫无上菩提心啊 这个是进度不可思计之处 一切经里面没有 这方祝佛世界也没有 所以诸位要老老实实 把握着这个真真实 无量界以来啊 难得遇到的这个因缘 我们这一次也遇到了 国外人家请我去讲经 我不能不去 就是这个真是无量界的因缘 我要去告诉他们 他信的人 他就成佛了 既往生也成佛了 他不信呢 也给他做了一个种子了 所以这个是 一定要是 那么我们到国外讲经 同学们在此地 要念佛 星期天的念佛会也不要间断 那么我在奉献中 希望同学们呢 要真正认真地来 来干什么呢 读经 观无量书今天告诉我们 第三佛 观经里面 顶重要的就是三佛 观行 它那个观行呢 里面有三种 就是 这个观想念佛 观想念佛 持明念佛 观经里面讲这三种方法 从第一观到第十二观 是观想念佛 这个念佛的方法跟这个三佛 三佛 我们一定要牢牢地记住 三佛是三个层次 第一个 我们要修人天佛报 人天都没有做不好 成佛做主 那怎么可以 不可以 第二佛 是 教养父母 尊敬施掌 慈心不杀 你们也不能吃素的 吃肉没有关系 不要杀生 市场买的 已经杀好的买回去吃 可以了 不要买活的回家去杀 慈心不杀 修十三叶道 这是第一佛 人天佛 第二佛呢 小臣的佛报 这将是佛门里面的了 将受持三规 受持三规 这个受持戒律 不犯威胁 那么这是三点 就可以说是小臣戒律 三规我们说五戒就可以了 三规五戒 这个所谓位仪就是我们仪表 那现在讲的时候呢 就是礼仪 我们守礼 守礼仪 第三佛呢 就是大乘佛 大乘菩萨佛 在大乘佛里面 第一句话 发菩提心 那我们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心 就是发菩提心 深信 深信因果 读诵大乘 我就要劝诸位同修 读诵大乘 底下还有一句 劝尽情点 劝尽情点 就是要把这个 净土法门呢 要劝别人修 要讲给别人听 劝别人修 这关键里面讲三佛 所以这个读诵啊 很重要 读诵啊 就等于听 佛 教界是一样 我们读莲池大乘书超 就等于听莲池大乘的开始 你看古德 我们在这个经论里面 语录里头常常看到 听讲经啊 这个听一部经啊 还没有听完 他就开悟了 就正果了 诸位同修 从学佛听到今天也没有开悟 你为什么没有开悟呢 因为你平常没有读诵 就是这么简单的这个因素 就是这么简单的这个因素 你们在六祖坛经里面 你们能看到 法达禅师 要布施念了三千步法华经 六祖那么讲讲他能开悟吗 他悟不了啊 他为什么会开悟呢 因为他念了三千步 法华经七卷 一天念一遍念三千步 差不多念十年了 他用十年呢 读诵大乘的这个根基啊 所以六祖跟他一讲一点 他就恍然大悟 你们今天如果说把这个泥草经俗抄 也念上三千遍 你在这里听我讲经 你看你开悟不开悟 决定有人开悟 所以古人呢 听经开悟啊 都什么有道理的 人家根性利啊 利什么 念得多么利 你比他还聪明 但是就是不肯干 什么办法呢 家里面有妨碍啊 不好读诵啊 到这边 到这边 如果说不断地这样念下去 对于诸位的时候 好处非常非常之多 你念熟了 讲到前面 你指到后面 讲到后面 你会想到前面 这真不禁的意思能贯通 那天地清净呢 他的确有无处 所以读诵大乘非常非常地重要 一个人 怕懈怀吗 大家在一起 那么这样我们能常常念 常常听 常常为别人讲 一定要为别人讲 真正是 无量界难遭遇的 一天 一天 我们自己得到这个利益 如果不辗转告诉别人 我们对不起父 对不起祖师 我们也对不起这些同胞 我们告诉他 他不相信不接受 那是他自己一夜当中 我们的心力尽到 他自己不肯修 那是他的事情 我们问心无愧 我们心底太阳 绝对不是说 我们得到了不告诉别人 这个要不得 这个要不得 所以我自己修佛三十多年 我今天深深体会到这个法门 所以我敢劝别人 把其他所有法门统统放下 你只要修这门 你决定成功 你搞别的东西搞多了 决定了十章岸 我们今天全心全力 来把这个门组通了 决定可以组得通得 你这个门要通达了 不管你将来学哪一个法门 一切法门都得到 一精通一切精通 一个法门成就 一切法门成就 真是禅教秘律 没有一门你不成就 所以这是最简单 最容易 最稳当 最可靠的法门 我们如果不修这个法门 实在太可笑了 再看底下这一段 再看底下这一段 它有个原则 它有个原则 有个原则 题目不是随便建立的 它是以人 法 比喻 所有的经都离不开 这三个原则 这三原则里面呢 叫三单 单就是 譬如说这部经 单独用人名做题目 或者单独用法 或者单独用比喻 这就是三种了 三种之外呢 还有两个重叠的 有人法 人欲 法欲 那么这就变成了三个成佛的 叫三单三佛 还有一个叫居足 就是这个题里 人法欲 独秀 所以一共就是七种 一切佛经呢 这个建立的题目 都出不了这七个范围 所以叫七列宣题 那么在七种宣题里面 我们这个经是哪一种呢 是单人 佛说阿弥陀经 这个经里面只有人 没有法 也没有比喻 所以完全是人的题 所以人呢 人又有两个人 佛说 佛是释迦牟尼佛 是我们这边的 苏婆世界的人 所说的呢 阿弥陀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所以这个人里面呢 有词徒 有笔徒 所以故人呢 就是究竟佛果之人 所以本经呢 是顺丹人的题 我们看这个抄里面的解释 但佛者如大方广佛华言经 具足人法语 这是华言经这个题目 使人法语的三个都有 大方广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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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呢 是人 花言呢 是比喻 花就是花朵 一言是庄严 像这个花园一样 各种的花都有 开得非常陌生 用这个来做比喻 所以成为华言是比喻 所以这个经题里面 人法语 通通有 大方便佛报恩心 这个题目里面 有人有法没有比喻 因为大方便是法 报恩也是法 佛是人 这个题里面没有比喻 这是说一个人法的题 妙法莲花经 妙法是法 莲花是比喻 这个里面没有人 所以它是法语无人 法语立体 菩萨音乐经 菩萨是人 音乐是比喻 音乐就是我们配在身上的装饰品 装饰品 这个叫音乐 像我们看到佛菩萨像 这个胸前挂得很多 满满的 那叫音乐 菩萨音乐经 没有法 它是人欲无法 大般若音 大般若是法 没有比喻 没有比喻 也没有人 这就是单法立体 梵王经 梵王是比喻 大梵天的罗网 大半天的罗网 那么这个题目里面没有人 也没有法 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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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今此今这 单人 无法语 他皆 列子 这个他就讲其余的一切经 一切佛经 确实都不出这七个例子 七个例子 那么下面呢 再解释念图过人 这菩萨在音呢 如来在古 古佛号过人 这个号就是称号 佛我们称他做过人 菩萨还在音地 还在修行 还没有圆满 圆满呢 就叫结果 就叫结果 尽是慈放之佛 慈放之佛 就是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说比方佛固 比方佛呢 就是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 所以 金体里面呢 是念图过人 念图过人 说绒绒之 具一 具三固 这个意思 实在讲 是从华言来的 华言确实不可思议 华言所谓 对呀 行不不爱云荣 云荣不爱行不 行不就是次第 云荣是没有次第 一几十度多戒十一 所以依照华言这个礼仪来看呢 没有一法不圆荣 正所谓是 云荣说法无法不圆 云荣官法了 也是无法不圆 可见到云与不圆呢 法上没有圆不是 是你看着那个人呢 你这个眼光有云 有不圆 问题出在这个地方 云却如此 相不须 云谷 狗犧 云阳 云禁 云和云阳 各国发不圆荣 因淒 na ó 云禁 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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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华言》里面所说的 真正的原理 连池大使诸解《弥陀经》 采取《华言》的方式 他一开端用舌门开启 而且处处引用《华言》 来解释《弥陀经》 他这个意思用心很苦 用意很深 其目的就是给我们说 《弥陀经》跟《华言经》是一不少二 用意在死地 所以古德说 《弥陀经》是《华言经》的结论 是《华言》发法的归宿 我们在《无量寿黄老祇诸解》里面所看到的 那是他也用古德的话说的 不是他自己所说的 是《华言》发华了 不过是《弥陀经》的影子而行 是引导的 好像这个书本一样 虚文而行 是从那个经引导我们入这个《弥陀经》 这个《华石头工人》也是越想越有道理 所以你想这个《弥陀经》多重要 《华言》跟《华华》天下人工人 《弥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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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也就包括在里头了 是《弥陀经》 《弥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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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说人说法所谓 必定是一二三二三二一 说人 法是人说的 《弥》是人举的 《弥》当然包括了法律 如果说但弥呢 《弥》是人比喻的 没有人拿来的比喻 那么人能说法吗 所以一个《弥》里头也包括了人法 法也法如此 法是人说的 当然离不了人 人举比喻来先法 《弥》也包括在里头 确实 一二三三个一 我们要晓得 分开来怎么说 《弥陀经》怎么讲法 该分的时候分 该语言的时候圆 该分的时候 叫人容易领悟 容易体会 语言的时候呢 叫人不要执着 不要执着 不执着 才能够体会到 愿意 如果你有分别执着呢 你只能体会到 一边的意思 一边的意思 这个意思不愿意 必须要到 必须要到这个 不执着 意思就愿了 所以他这个 必须要用 年中讲法 年中讲法 是你真正能够体会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讲到此地 是你真正能够体会 你真正能够体会 你真正能够体会 你真正能够体会